美国7月ISM非制造业PMI指数是刷新了三年多的最低水平 另外 美国至8月3号荡州 初请职业金人数入得了20.9万人 低于市场预期 经济数据疲弱 拖累了美债收益率 那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7天下滑 而3个月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出现了倒挂 程度为2007年4月以来的最大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 据CME美联储观察显示 市场预期美联储9月降息的概率为100% 降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了33% 在是否降息的问题上 美联储官员布拉德和戴利的态度是比较偏樱的 他们表示9月份是否降息 那么得看经济的发展状况 不过美联储的态度让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不满意 特朗普多次重申 美联储应该立即停止量化紧缩政策 并且应该更大幅度更快的下调利率 与特朗普同一战线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就认为了 美联储应该在年底前再降息75个基点或者是100个基点 综合周内的行情来看 美指是震荡走弱 最低触及了97.21 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那么欧洲也是不例外的 欧元区制造业数据表现不佳 欧元区8月Centix投资者信心指数刷新了近5年新低 另外欧元区德国7月服务业PMI数据都低于预期 德国6月工业产出也大幅下降 虽然经济疲软 但是欧洲央行管委诺沃特尼认为不需要重启QE 分析指出 如果欧洲央行决定降息并且重启购债计划的话 那么对欧元区经济的是必大于利 央行的悲观论调可能会令消费者信心是进一步的下滑 因为美元指数的走弱 欧元反而是走高了 周内上涨了80多点 最高触及到了1.1249 好 再来看一下黄金 本周黄金市涨势迅猛 从1437起跳 最高上扬到了1510.15美元每盎司 周内上涨了60多美元 分析师指出 金价大涨与全球经济放缓 经贸局势紧张和需求旺盛有关 此外 黄金ETF总持仓量达到了超过2000吨 是2013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表明市场是看待